收到一台plus 一台粉色的6splus 故障描述手机不开机 写了三个密码 好 咱们先看一下这台手机 手机有明显的磕碰 微插螺丝没有 之前应该有过维修 好 咱们拆开手机 盖板 盖板螺丝缺失 电池没有焦 主板有明显的维修痕迹 屏幕坏过 还是个组装屏 咱们先加电流标检测 看一下是什么电流 现在是打表的杠态 主板短路 咱们拆下主板 找到发烫的地方 或者是损坏的电容 或者是线路 寻上双箱 咱们用电机法 检测到主供电 供电电路一个电容对地 造成不开机 也就是一个电容短路 造成的加电漏电 不开机 现在咱们将这个电容扣掉 装机测试 手机检测 表现功能都正常 修竹白 手工的技术很重要 但是 但是